今天晴恩節喔,有人來搶我們陳王爺 哈哈哈哈 等一下拜到你 陳王爺就是討厭我們平安村地賺大錢 然後未婚的呢,我們就可以特別來拜月下老人 我是這部電影,我不窮,我只是沒錢 相交傳奇的導演 各位新年快樂,晴恩節快樂 這部電影呢大概是講台灣五十年六十年到七十年左右 的一部電影,主要是以相交為背景的故事 講一個小人物如何去對抗大蝦米 最後呢在他的努力作為之下,終於成功了 劇中有一句對白,我想跟現場所有的朋友分享一下 就是阿嬤說土地就是一個百寶箱 你只要努力耕耘,你永遠都不知道它會長出什麼東西 我想這個東西就是,這句話就可以代表這部電影的一些精神上的意義 大家好,我是李康怡,先祝大家新年快樂 然後今天情人節快樂 我在裡面飾演的是一個叫阿妹的女生 其實我們家的家境是很好的 可是因為我知道其他男生的 都很窮 然後他們很努力在自己的工作上面打拼 所以其實我一直反而是跟他們站在一起 因為我的爸爸其實是一個蠻勢力的人 那當然到最後我的爸爸可能也會因此而有所改變 那就大家要進戲院去看 我叫吳仲強現場的大哥還有現場朋友大家好 那也先跟大家拜個年,然後祝大家情人節快樂 我在這部電影裡面飾演的是早期的有錢人的代表 我是一個商人,那我在電影裡面想要壟斷香蕉市場 然後轉手賣給日本人大賺一品 所以呢,我就是扮演一個比較負面的角色 就像現在大家在社會上工作 可能有時候老闆壓榨員工啊 或是有些人覺得政府做不好或怎麼樣 那種有錢人有權有勢的代表 我在電影中飾演是這樣的一個角色 剛剛我在抗議旁邊的時候 我一直問他說我們到底要許什麼願望 就是如果要許戀情的話 因為剛剛已經聽到有人在這邊許願之後 結果他桃花不斷,然後也很麻煩 對,我們剛剛有愛的見證 所以他就有一年他就過來跟月老許了說 麻煩不要再給我桃花了,我很困擾 結果他三年沒有人追 這麼靈 我覺得有點太靈了 所以我也是許票房長紅 然後一路紅到很多很多個情人節之後 那我們要請到呢,我們兩位美女上台 當作大家等一下求愛的時候練習的對象 叫什麼名字 大家好,我是果凍 美女果凍,那這邊咧 大家好,我是東晴 用一句話形容他們兩個的美貌要一句話 加油 我不窮,但是我愛你 掌聲鼓勵鼓勵好不好 好的,那我們先請果凍來選好了 覺得這三位哪一位比較深得你心 呃,我不窮,但是我愛你 好,來這一位,恭喜 好,我們就請活動 把福袋交給他囉 登登登登,恭喜 祝大家順年了,什麼都如意 事事順心,恭喜發財 耶,好,來,美女東晴這裡 那祝大家年年有今日,歲歲有今朝 還有我們大帥哥,中強 祝大家隨時都有錢,什麼都買得起 耶,非常的實在啊 好,以及康怡 祝大家十二年行大運 然後做什麼都順利 做什麼都順利喔 好,還有我們的孽島 今年是十二年,也就是小龍年 我祝大家小龍年行大運 我不窮,我會很有錢 耶,沒有錯 能讓你來 along